在反送中示威下 香港昨天举行的区议会选举 不仅投票人数及投票率创历史新高 而全港452个议席当中 轻中的禁制派重创 只得59席 产输240席 泛民派则大翻身 共获388席 狂增263席 但这投票结果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场选举 他之所以备受关注 除了因为他是反送中运动后的 第一场大型选举以外 他其实也是香港特首选举的 一场热身赛来的 然后这次泛民主派 狂少18区议会 而且他们在每个区议会的议事 都已经过半了 在这样情况之下 选举的结果显示 香港市民他们依然认同 就是五大诉求 而在这次的选举中 大量的亲北京的建制派领袖 他都是落马的 所以这让他们当中一些 可能失去的竞争立法议会议员的筹码 然后这就更加 凸显出香港人追求政治自主的呼声 是比过去更加强烈的 他们也希望能够透过更多 泛民主派区议员的产生来巩固香港 在北京政权之前的那个独立自主了 泛民主派是大胜的 他们其实已经有资格 就是当选选区的区议会的议长了 然后换计划说 香港之后的所有18个区议会的议长 都有可能是由泛民主派囊括的了 这个情况也是前所未见的了 这其实也意味着 他们极有可能也是能够狂少 就是特首选委会委员的 那个117个区议员的那个份额 而目前泛民主派和清民主派 在特首选举团中 就是大概有300多位的选委 然后换句话说 泛民主派在那个特首选委会的份额 会有将近500个人 而这将近500个人的意思 就是代表将近500票 所以如果泛民主派呢 他能够再跟其他清民主派 或者其他的那个功能界别议员 就是合作的话呢 他们也是会有机会获得将近600票的 所以目前香港的基本法规定呢 有资格投票选举 那个特首的选委呢 有1200位 然后泛民主派呢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就已经有机会囊括 就是掌握过半的那个票数了 这对北京还有那个建制派来说呢 其实是很有威胁性的 所以北京政府今后呢 他可能在香港特首选举当中呢 可能面对更多的那个阻碍 还有那个阻力 虽然我讲他反应可能很激烈 不过他应该不会推翻 或者是继续承认 这次的那个区域会选举成绩 这因为是一场民主选举了 所以他相当也是相当程度上 代表着那个香港的那个名誉 而且呢 香港乱决呢 持续下去呢 就是对追求香港稳定的 那个北京政府呢 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好处的了 不过随着五大诉求的 那个激烈名义的那个浮现了 所以北京政府呢 他有可能也是会对 那个特首林郑燕娥的 那个政府呢 就是进行施压 他的最终结果呢 可能也是会有要求 就是对方引救辞职的那种情况 也是说不定的啦